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先生 您点的餐 谢谢 请慢用 离婚这事我听你的 散伙饭你得听我的 你今天好像很奇怪 离婚协议书看了吗 看了 我们都签完了 给 你先回来 你多试一下 今天我请 请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 电话没有人接 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我觉得肯定是出事了 咱们 咱们直接去离婚办事处吧 走 胃口不错 好像要把这些都吃光一样 暂火饭吧 一辈子能有几次 以前总是怕胖不敢吃 今天我得多吃点 以后不一定什么时候 这话说的多奇怪 这话说的多奇怪 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嘛 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嘛 能不能让路过去啊 我前面都堵死了 我动不了了 你干什么呢 我跑着过去啊 前面就是民证局了 这儿还能快一点 你得着妈妈等着吧 别着急啊 我们离离婚还来得及 我情愫就算是离婚 也要拍表亮亮的 当然 听你的 擦队啦 先生 您的账单取新资 散伙饭应该我来请 营账都是你给我花钱 这顿饭让我来买吧 谢谢 合同我看过了 赛养费比我想象的多 你对我是不是太认识了 你带着两个孩子 不管怎么说 我们两个曾经是夫妻 虽然这段婚姻是个失误 但是 我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失误 我知道这么说 可能会很伤害你 我还是希望我们两个 能够好聚好散 今后如果你有什么 需要帮助的 尽快跟我说 当然 知道我离不开你 民众局也快下班了 喝完这杯茶 如果没什么事 我们就出发 好 他们根本就没有来过 你是去哪儿了呀 你还记得 我姐车上的GPS导航去过哪儿吗 记得啊 他最后去哪儿了 是 郊州湾隧道 那不是我跟江村出事货的地方吗 他们去那儿干嘛呀 来了 早快上查 快 你坐 快接 文艺座你在哪儿呢 黄家文 我希望两个孩子 可以平静地长大 你答应过我 不会让他们过苦日子 我希望你可以遵守承诺 你在说什么呢 我是孩子父亲 我当然会照顾他们的 你放心吧 孩子也会跟着你 我不会跟你叫孩子的 但是 我一定要答应 要顺带这两个孩子 不是 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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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姐说什么了 你怎么不问问他 他在哪儿就给挂了呢 他挂了 他说他 他说让我好好照顾孩子 什么意思 他不会想不开吧 说什么 你还不了解呢 他要是得不到的东西 他就只有两个结果 要我们他拼命得到他呀 嘛 他就毁了他 毁了他 他是像个江村童谣 那怎么办呀 那我们到哪儿去照顾他呀 方秘书 方秘书 快给方秘书打电话 方秘书能找到江村 快 怎么了 太多了 哎呀 什么 我怎么定位啊 我定不了位 还是报警吧 怎么了 哎 哎 你这么慌张干嘛呀 公司上上下来 等着我哥开会呢 他不会又想放我哥子吧 我没时间跟你磨牙啊 回头再说啊 不是不是 你说得怎么回事吗 或是说你哥不见了 不见了 他这么大人了 还能丢了不成 你哥好像跟秦英素在一块呢 可这打电话也没人接啊 现在秦英素的情况很不稳定 我怕你哥有什么危险 哎哎哎 你 你等我一下啊 我也去 走啊 走吧 今天我来开车吧 为什么你开车啊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离婚听你的 其他的听我的 好啊 我没见到 我哥不是约了你下午一起打球吗 啊 他没出现啊 行 好 我知道了 谢谢 哎呀 宋贤也说没有见到我哥 打电话也不接 这个秦英素到底把我哥 他要哪儿去了 哎呀 我已经给交警队打了电话 他们也会帮助 我留意你哥的车 我的手机一直响 怎么能接个电话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离婚听你的 其他的听我的 我不希望有别人打扰我们 你现在走的路不对啊 离婚事务所在反方向 你还真以为我会带你去 林法师处啊 秦英素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我送你去你该去的东方 怕了 你要是不想离婚 你先坐我回去 什么时候等你想通了 你再来找我 好不好 我现在已经买不起了 我跟你说过 我们是夫妻 不是我丈夫 不是你老婆 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分开 停车我现在要下车 我叫你停车停车 我叫你停车 当初是你先招惹我 是你死缠了 哪要跟我在一起 停车 我叫你停车 我当然接受了 哪个有情又善的男人 要被女人拒绝呢 江青 我当初跟你求婚 你可以拒绝啊 我也没有答应我 你答应我就应该负责任 我找的时候不是你 我承认我们在一起 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可是我告诉你 我们两个不可能在一起 我知道你要找的不是我 所以你找到命运了 所以你就要甩开我 我告诉你 不可能 你这大辈子吧 你冷静一点 你冷静一点 我可以平静静气地谈 好吗 我有什么条件的国际 我保证 我可以满足你 我看见我的时候 行吗 没有 我不是情人 我承认你 我当初看见的是你的情人 你疯了 可是后来 你疯了 后来我发现我爱的是你的人 我怎么爱你 你为什么不就是 你原谅我呢 你精神有问题 你赶紧看医生 我没有问题 我是因为我太爱你了 喂 姜伯儿 是不是找到我哥了 还没有 我怀疑 他们有可能去了 焦州外隧道 我哥出车坡的地方 去哪儿啊 你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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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你疯了 你不想活了 我当然想活了 是你不让我 让我们都一起去死 快点 快点 快点好 好好好 警察 我叫警察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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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前面怎麼回事 警察同志 我告訴你 我看見前面那輛車 車配號我 就沒記清楚 不過就看見那輛車啊 他就出来了 他就冲不出去了 我没让你们 站在房间市府现场的 你好 我是车主的家属 我记得电话就过来了 车找到了吗 原来怎么样啊 车主是自己有上岸的 车上的另外一个人 我们要等车打捞上来 才能看看他是否在车里 目前我们只知道是否 别过去了 车主呢 他现在怎么样啊 他在桥下的救护车旁 正在接受检查 一会儿我们会把他 走到医院 再做全面的检查 小伯 快走啊 走 快 快 走 走 走 你们知道什么 我们是家属 走 走 姐 姐 姐 你怎么样 不是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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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村呢 教村呢 在车上 你给我呢 Gottes Tyr 74 改革哦 你product数 每个人呢 皆是完全是 利装 刚 闭嘴 谁 呢 我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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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打他骂他 姜村都毁了吧 你要命 没有让我过来全面 也不是姜村 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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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愿意在这儿待着呀 你怎么不愿意在这儿待着呀 将心不消息了呢 还没有 江家把这儿都找遍了 所有的报纸媒体都登了寻人启示 但是还是没有找到 是我 是我害死了江村 是我害死了他 我想跟他一块儿死 结果我们就不会分开 结果都把我堆了出来 你放心 江村肯定还活着呢 警察在车里也没有找到他人 也没有尸体 说明他还有活着 我们有希望的 他一定会找到的 你说的是真的 嗯 真的 真的 不行 是我不好 我太坏了 我怎么能去死了 我死了 我的孩子怎么办 我太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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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 孩子也没事 我孩子怎么办 因人情绪还不太稳定 你没事先回吧 要死了 你怎么回房间好不好 走 你去房间吧 走 等待我 等待我 妈 妈 你放哪儿放哪儿 我来弄我来弄 来来来来 行了行了 你个大男人 你怎么会弄啊 赶紧去把孩子衣服洗了吧 好嘞 来喽 饿了吧 哟 小植回来了 你姐怎么样了 大夫说好多了 只不过情绪有的时候 还不是很稳定 特别是提到江村的时候 真是冤孽呀 你说这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别耐心 只要人没有找到啊 就还有希望 江村看起来 不像那么短命的人 这个 我一会儿去买只鸡 咱们给银苏炖个鸡汤 明天我给它送过去 我看它还挺爱喝的 只要银苏爱喝呀 妈天天给它炖 黄家闻 这段时间 我姐和两个孩子 都亏你了 我以前真是错看你了 其实爸 这样的日子 我觉得挺安心的 照顾银苏 照顾银苏 照顾孩子 对我来说就挺幸福的 放心吧 银苏肯定没事 到时候我们 就可以一家团聚了 妈就等着这一天哪 一定会有的 好 宝宝 喝奶喽 喂 真乖 什么 太好了 爸 丫头 你哭什么 爸不是好好的吗 爸 你总算醒了 你吓死我了 伯儿 你爸醒了是好事 嗯 应该高兴才对呀 丁苏 来得怎么不进来呀 爸 他不是警所 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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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 你们慢慢聊 好 我去外面等你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伯儿 我知道这些年你受委屈了 是我的错 我确实一直在偏 可我真的是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 当初是我爸比你生下我的吗 是他比你把我带进江家的吗 是他逼着你让你不认我的吗 你倒是说呀 那确实没有理由 可是我的苦衷 没有可是 这么多年 每一次每一次我问你我的妈妈是谁 他在哪儿的时候 你是怎么回答我的 你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 怎么能这么狠心 你知道 你知道你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 和我心里什么滋味吗伯儿 满箭穿心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有的时候都坚持不下去了 可是为了你我必须要坚持 你是为了我吗 你是为了你自己 你当不成江家的太太 就让我去夺回江家的遗弃 我是你的什么 我是你的棋子吗 你可以说我骗你 你可以说我狠心 你可以说我不负责任 不称职 甚至你可以不理解我所做的一切 你只要记录一件事情 为了你 我连命都可以不要你 所有人责怪我 指责我我都不在乎 但是你不可以这样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我告诉你 别以为你生了我 我就会原谅你 就算你给了我全世界 我都不会原谅你 对我和我哥所做的一切 因为这么多年 陪着我成长的人是他不是你 好 好 救命 快 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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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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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你跟江村啊 有这样的原本 对不起 这么少时间 我骗了你们 没有 没有 我那那么大把年纪 谁是真心 谁是假意 我还分得出来 至少你在当我媳妇 这段日子里面 也让我感觉到 你对我是 你是真心关心我 照顾我 你真心 我早就 早就应该感觉到 你跟庆叔啊 你们两个是太不一样了 谢谢你 姜叔叔 姜叔叔 我还是习惯听你叫我爸 可惜不知道 姜村现在人在哪儿 对不起 谢谢您 以前 就是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从白天睡了黑天 从黑天睡到白天 你这觉睡不醒啊 跟你说话呢 张伙子 还没睡醒呢 又骂我了 接着骂 没有没有没有 我跟你说 我攒了点钱 想给孩子呢 买个进口车 你看 这说明书啊 我看不懂 是吧 你一看就是读过书的人 那阳门肯定 唧哩呱呱地说得好着呢 帮我看看吧 我不会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在海边上把你给救了 白吃白喝了一个月 让你帮个忙都不行 我跟你说啊 明天跟我一块去4S店买车 听到了吧 还是家里的感觉好啊 在醫院裡的 不是病人待在醫院 都變成病人 來 爸坐 雖然說醫生讓您出院了 但是您還得注意啊 藥得按時吃 而且保持心情得平靜 要我看呢 還是療養院好 爸 現在家裡 就只有我一個人 哥又不在 你要是再不回來陪我的話 我就只能去療養院 陪你住了 好 聽你的 爸不去療養院了 就住著家 那另外還有一件事 我要告訴你 想跟你商量一下啊 過幾天 我會讓王律師 把我銘下所有的財產跟股份 我過去給你 為什麼 我不要 博爾 這事就聽你爸的吧啊 我哥現在生死未卜 你們跟我說 轉移財產的事情 我不要 我要等我哥回來 對了 爸 委託書的事情 您還是撤銷吧 公司的事情 我真的扛不住 唯一最合適的繼承人 就是我哥 博爾 有些事情啊 你不懂 你 你們總是說我不懂 可是你們什麼都不告訴我 還隱瞞著我 讓我按照你們的路子去走 我不管 這次我肯定不聽你們 長大了啊 又自個兒主見了啊 那就 那就照你的意思啊 這事緩緩的事 您像這台車啊 它呢是四驅的 帶著遙控器啟動 而且您看整個這個車啊 您看裡面 您看 這個駕駛室 這個寬度絕對夠你 哎 對 您隨意活動都沒有 你看那個人是不是江先生 是 您要不要考慮一下這輛車 嗯 您是江先生吧 您認識我 我不認識您 但您看這照片 這是您嗎 江村 我叫江村 你不認識你 何知 何知 方秘書 有江村的消息了 真的 他在哪兒 他怎麼樣啊 我剛才接了個電話 聽電話那頭的聲音 像是江村 我現在不確定 我約他下午見面了 等見了面 應該就清楚了 那我跟你一塊兒去 好 是不是也要告訴江村醫生了 哎 別 姜家那边 我建议你暂时先保密 为什么 我听说 老爷子把所有的股份 给了姜博儿 虽然姜博儿不想要 但是姜村老是找不到 我怕老爷子迟早会这么做 我明白了 就是不能让安一秋知道 姜村还活着 不然的话会对他有不利 防人之心不可无用 况且我不知道电话那头 是不是真的姜村 咱们先不跟老爷子说 免得让老爷子空翻洗一场 你知道了 那咱们俩偷偷去 也许姜村就是不想让他们知道呢 所以才联络着你 对 咱们就坐这儿吧 这儿很鲜艳 咱们都走了吗 没事 我想早到点 别让人家等太久 我先点咖啡 无缘 我来凉 给您水 谢谢 我来到这儿了 我来到这儿了 我去尝试 我来到几次了 那我们就一起去死 答应我给你负责任 我告诉你不可能 下辈子吧 你懂吗 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呢 是你不让我 让我们就一起去死 也许有人拿咱们寻开心吗 刚才我这打了几个电话 都被挂了 你把那个联络人的电话 给我吧 万一有人骗咱们呢 这一个多月 有多少人放假消息 可是我相信江村 一定会回来的 哪怕没有一点点的线索 我们也不能放弃不是吗 江村有你这样的朋友 是他的幸运 有你在 我也相信他会回来的 一定会回来的 先生您醒醒 先生 先生 是 是 是 这个电话号码是我的没错 不好意思啊 不对不对不对 对对对对 是 对对对 这人我不认识 我真的不认识 好像要找你的是个女的 说是姓霍 挺急的呢 说是在什么方舟福利院工作 你要不要去看看 我走得太着急了 没来的不照顾你 我给那个记者打电话 他说去让我到这儿来找他 我知你疯了吧 万一是人贩子 把你骗去卖了怎么办啊 我已经到了 过不了这么多了 好 二哥 你好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对对对 他呀 那不 这两天是怎么了 来了一男一女 总是打击这个人 一男一女 一男一女 谢谢啊 怎么不够唱啊 你还记得多不打 算不算 这些东西 能不能够 谢谢老板 谢谢 谢谢 在这儿 这儿怎么样了 帮我洗一下 博尔 李萧 你怎么在这儿 我还想问你们呢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当然是来找我哥啊 你们可真行啊 背着我联系我哥 要不是我从方秘书那儿 威逼利用问出来的话 我现在还蒙在鼓里 那找到了吗 你来晚了 说江村离开了 不知道去哪儿 你确定那个人是江村吗 确定 船上人说一个月前 在外面发现江村 有江村醒来 却什么都不记得了 什么叫什么也不记得了 就是失忆了 你是装的 我哥是真的 对之前的事情 什么都不记得了 一无所知 所以才不想相认 失忆 好 杨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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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先生 你怎么在这儿啊 您是 姜先生 喂 冯院长 您是 喂 冯院长 什么 姜先生在福利院 好好好 我们现在马上就过去 喂 喂 你怎么把电话给挂了 我还没说两句呢 你急什么呀 待会就见到你哥了 有冯院长照顾他 跑不了的 太好了 诶 陈琳 你说你开快一点 你开得太慢了 我已经够快了 这后半个小时 我立马让你接到你哥 啊 冯院长 你有没有看到我哥呀 我哥他到底在不在啊 他在宿舍里吗 哎呀 你们来晚了 江村刚走 我怎么拦都拦不住 不是说好人在这儿见面的吗 你让我照顾他 我就跟他聊啊 聊来聊去 我就把我所知道的情况 都告诉他了 然后他知道你跟秦英素 是双胞胎 又打听秦英素的下落 还问了江家的一些情况 然后这人 这人就不见了 你 你全都告诉他了 他非要问我 我只能告诉他了 反正啊 我把我所知道的情况 都跟他说了 这该怎么办呢 我哥又没有手机 怎么联系到他呀 别着急 他会联络我们的 啊 是我 是我害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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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错 你是秦英素 你认识我吧 是我 这是我的错 该吃药了 来 先渡手来 乖 是 你是病人家属吗 我是 你们什么关系啊 怎么之前 没有见过你啊 她是秦英素的丈夫 来 张嘴 好乖 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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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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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找我的人是你吧 我记下你的电话号码 要不是陪着你看青庸座 要不是 你现在坐在副驾驶上 我真不敢相信 江村你会失忆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先把你安顿好 我什么时候可以见我的家人 现在还不是时候 你现在可以相信的人 只有我 一会儿了 这个会议之前 你得把这些都吃到肚子里 你说你失忆就失忆呗 怎么连智商也没了 你以前跟我说话 就这么没上没下 没打没小的吗 你别说 就你骂我这样子 倒是跟以前一模一样 来了 霍芝对吗 你跟你的姐姐真的是像极了 你以前也这么说过 她跟我说你特别了解我 正想跟你聊聊 来 请坐 我们 我们不是很熟 对你不是很了解 你看你 你不是说她很了解我 比你还了解 不是 我 我这 你说什么呢 没有 我妈让我过来看看 江村是不是平安没事 没有 我看到了 你健康就放心了 不用追了 不是 她根本就不了解我 坐吧 为什么这个防水层的施工 跟他们的效果图理是不一致的 怎么来了 霍芝 不是 不是 我就是想问问 今天让你跟江村好好聊聊 可你跟她说你们俩不熟 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看到她平安回来 我就放心了 我想什么呢 你 你这什么表情啊 你这哭呢还是笑呢 你是打算跟这个江村 老死不相往来了 是不是 以后在江村面前 不要提起我了 我在江家分身的一切 也要瞒着她 为什么呀 这对她来说是好事 忘记了过去才能重新开始 对我也一样 霍芝 你要是这么说 我就明白了 你就是现在想离开 想退出 对不对 反正江村回来了 现在能帮助她的人 也不少你一个 是不是 她身边有你就够了 我有的时候真为她高兴 她身边有你这么好的朋友 真是她的福气 你 你这是说你呢 还是说我呢 还有件事情 我要拜托你 我之前给过江村一份 亲自鉴定 她跟博二的 不知道她放哪儿了 你一定要把她找出来 然后给江叔叔 你还做过这个 因为那个时候 我特别担心她 那现在呢 现在没资格了 记住了 一定要把这份亲自鉴定 给江叔叔 走了 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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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